历位纪第十一章 依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 地上所有的走兽中 你们可以吃的动物就是这些 分体、油脂而且反除的走兽 你们都可以吃 但你们不可吃下列反除 或分体的走兽动物 骆驼 因为它反除却不分体 你们应以为不洁净 食欢 因为它反除却不分体 你们应以为不洁净 兔子 因为它反除却不分体 你们应以为不洁净 猪 因为它分体、油脂 却不反除 你们应以为不洁净 这些走兽的肉 你们不可吃 它们的尸体 你们不可摸 你们应视为不洁净 水中所有的活物 你们可以吃的就是这些 凡是在水中有赤有灵的 不论是在海里或是河里的 你们都可以吃 在水中游动或生存在水中的活物 无论是在海里或是河里 若是没有赤和灵的 你们都要当作可赠之物 它们是你们赠物之物 它们的肉 你们不可吃 它们的尸体 你们要赠物 所有在水里没有赤和灵的活物 你们都要当作可赠之物 在鸟类中 你们要赠物 也不可吃这些雀鸟 物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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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鹰等准类 所有乌鸦类 鸵鸟 猫头鹰 海鸥 苍鹿等鹰类 吃饿 鲁瓷 大吃消 白鹿 糖鹅 宝 冠 红鹤等鹿丝类 带圣和蝙蝠 凡有翅膀 四足爬行的生物 你们都要当作可赠之物 但在所有有翅膀 四足爬行的生物中 如果有足 有腿 能在地上蹦跳的 你们都可以吃 在昆虫中 你们可以吃这些 蝗虫类 马蚱类 蟋蟀类和蚱蟒类 但是其他所有 有翅膀四足的生物 你们都要当作可赠之物 以下事物 会使你们成为不洁 触摸动物尸体的 就不洁净到晚上 拾起它们的尸体的 就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所有分体却无止的 不反除的走兽 你们应以为不洁净 触摸它们的 就不洁净 所有用四足行走的动物中 用脚掌行走的 你们应以为不洁净 触摸它们尸体的 都不洁净到晚上 拾起它们尸体的 就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以上这些 你们应以为不洁净 在地上爬行的生物中 你们应以为不洁净的是这些 幼鼠 食鼠 蜥蜴 这一类 以及壁虎 龙子 手工 蛇衣 变色龙 在所有爬行的生物中 你们应以这些为不洁净 它们死了以后 触摸它们的 都不洁净到晚上 它们当中死了的 掉在什么东西上 无论是木器 或是衣服 鼻子 或是布袋等任何器具 都成为不洁净 要放在水中 但仍不洁净到晚上 以后就真洁净了 它们当中死了的 掉在什么瓦器里 其中不论是什么 都成为不洁净 你们要把瓦器打碎 瓦器的水 若是滴在任何食物上 食物就成了不洁净 若是滴在装了饮料的器皿里 饮料也成为不洁净 它们尸体的任何部分 掉在什么东西上 那东西就不洁净 无论是炉或是锅 都成为不洁净 应该打碎 你们应以这些为不洁净 但是水源和储水池 仍算是洁净的 只有触摸水中尸体的 才是不洁净 它们尸体的一部分 掉在要播种的种子上 种子还是洁净的 但是如果种子已经浇了水 它们尸体的一部分 才掉在种子上面 你们应以这种子为不洁净 一只你们可以吃的走兽死了 谁摸了它的尸体 就不洁净到晚上 谁吃了它的尸体 就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谁拾起这尸体 也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所有在地上爬行的动物 都是可赠之物 都不可吃 凡是用肚子 或用四足 或是多足 在地上爬行的动物 你们都不可吃 因为它们是可赠之物 你们不可因任何爬行的动物 使自己成为可赠的 也不可因它们玷污自己 以致不洁净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使自己成为圣洁 你们要分别为圣 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不可因在地上爬行的任何动物 玷污自己 因为我是耶和华 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分别为圣 因为我是圣洁的 以上就是有关走兽 飞禽 所有在水中游行的动物 和所有在地上爬行的动物的律例 我要把不洁净的 和洁净的 可吃的生物 和不可吃的生物 分别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